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下午要一起分享的道理 就是神为摩西预备 我早上有讲那个关系 我们不管在社会或者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你的工作职场 或者是在教会 我们都会有帮手 现在你要听到一个 他都没有一个team 他都没有一个团队 然后就靠自己单打独斗 在这个社会上自立自强 自谋出入的 几乎没有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都是一个组织 所以在组织里面就会有什么 帮助者 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帮手 摩西 这个全家尽忠 一百二十岁 到老都没有昏花 两眼都没有昏花 神亲自为他办告别式的 这个神的宗仆 摩西 神也在他的一路领导 以色列人出爱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 40年 也在不同的阶段安排不同的帮助者 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你应该是一路以来都是抱着感恩的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 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 都是教会帮你处理的 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一受洗 你从小信主的 你租身 教会帮你洗礼 你结婚 教会帮你办 甚至有的教会你去当兵 教会办的环奏会 你光荣推伍 教会和欢迎会 那安排各种的训练 那你可能会当各种不同的干部 从当中接受操练 你有很多不懂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外面 上班 你有很多不懂的 总是会有生命中的贵人 不断地教你 你是学技术的 有很多师傅 教你怎么焊接 那个就是要凭那个 那个就是领悟 议会 有时候嘴巴没帮我讲 你就要怎样 你的距离多少 你很难 那个都要靠有人 一路给你砍详 有人牵着你的手 一路帮你完成 那一般我们的中文 有一句话 上个臭皮匠胜 胜过一个诸葛亮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时代 更是讲究团队 那个单打独斗的 那个一枝独秀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英雄主义已经过去了 都是一起啊 连做学问有读书会 为什么读书会 你听到别人的分享 你才知道原来我没读书 或者我没有读到重点 我读那么久 结果我在闭门造居 你有比较 你才会发现说 原来我要改进的还很多 我不知道的很多 我要多问人 我要多多请教老师 师长 那摩西也是一样 他能够在全世界一流的头脑 犹太人 以色列人 而且两百万 号称两百万大军 这样浩浩荡荡 大家就跟他一个 不简单 不然我们有家庭的 我们当家长的 你要带一个家 要你的太太 你的小孩 全部听你的 还不一定 对不对 你要是没有比他聪明 你要是钱没有他算得多 你讲什么话 要闭嘴 是不是 所以很难 真的很难 你看这个摩西 他日后能够被神称赞 神亲自帮他办告别式 你到这里就好了 就看着那个 遥望着那个 这个迦南地 到这里就好了 那这一路上 他要感谢的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 神一路从他出身 就开始帮 派那个 预备那个帮手 来帮助他 帮助者 我们再看出爱之记 第二章 一到三节 他的人生当中 第一个 第一二个帮助他的人 就是他的妈妈 岳基别 跟他的姐姐 米丽安 来看出爱之记二章 一到三节 所以人一定要感恩 不要那个自以为是 很多人帮你 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 就搞定了 你需要一个团队 聪明的人 是善用资源的人 那个愚昧人 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很厉害 那很糟糕 除爱之记二章 一到三节 请大家来念 预备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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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介绍了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 头两个女人 第一位他妈妈月吉伯 他的妈妈是立位人 就是祭司的女儿 所以他的外公就是祭司 他妈妈这个支派就是 他就是立位人 那他爸爸也是立位人 立位人娶立位人 立位他爸爸就有一个立位 没有写他爸爸的名字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 娶了一个立位女子 后面就会看他妈妈的名字 叫约吉伯 非常有智慧 很狗蛋 很聪明的这个妈妈 难怪会生出这么 神喜欢的儿子 那他长得很俊美 所以你也不要怨叹说 你长得不够俊美 他长得俊美 原来是在他快要被杀死的那一段 竟然救了他的命 你如果长得抱歉 可能 可能发老的女儿见到他就 掐死他 谁要不要冲 那这个是开玩笑 为什么摩西一出生 他就要被妈妈狠心的放罪牢 就放在铺草箱 然后任兵水流 飘到哪里是哪里 那是跟出爱几句一章二十二节有关系 就是有不认识 不认识这个 约瑟 的新的法老王 出来之后 新王上任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章二十二节 那个新法老说 以色列人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 你们就留他的命 有用 把所有的男婴杀掉 其实留下女婴什么意思 那女婴只能够嫁给谁 埃及人 很坏 就在给他绝种 要让这个纯的这个 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灭国 灭族 那摩西刚好出生在 新王逼迫他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确定 因为你知道 我们刚刚念的 二章一到三节 他姐姐 长大了 就在旁边救 为什么他姐姐没有被打死 当然是不杀女婴 后来又碰到他哥哥 为什么 因为他哥哥比他大三岁 所以这个政令 刚好 颁布就在摩西出生的 前后的时间 出生前 所以他哥哥不用被杀 但是他要 他刚好赶上 这个新王的坏命令 那 这个妈妈呢 因为 这个 这个摩西长得帅 长得俊美 舍不得 舍不得就给他藏了三个月 但是三个月之后 我们知道 那个哭起来都很认真 超级大声 那藏也藏不住 就只好做一个葡萄香 然后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抹上石漆石油 就 把它 跟着河流的方向去留 那 亚伦比摩西大三岁 可以看出埃及记七章的七节 那 就是因为 他的姐姐米迪安 跟他的妈妈 约吉伯 是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所以第四节 第七节 第八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母女 也可以说妈妈跟姐姐 摩西的角度的话 妈妈跟姐姐 亲妈跟亲姐 他们不是说我放掉就算了 他们一直跟着 后来 这个妈妈 叶吉伯 虽然把她放着 可是远远的站着 一直在观察说 这个葡萄香到哪里到哪里 所以他们不是真的要把她放最老 他们是怎样 要看这个摩西到底被谁捡走 到时候逮到机会 再出来讲 再出来讲话 那 出埃及记二章五到六节 刚好这个葡萄香 这个神的旨意 流流游 哪里不流 刚好 法老的女儿 就是公主 去河边洗澡 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看见这个 这个箱子在 在卢迪当中 那个植物 卢迪 他就派一个使女 去说 打开箱子 就看到这个孩子 孩子哭了 那个法老的女儿 一看到公主 一看到 哇 一看就知道 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 可能埃及人长得 跟那个希伯来人 有那个 脸部有那个特征 或者皮肤 或者那个轮廓 一看就知道 这个台湾人 这个日本人 因为后道 那个下巴都别长 日本人 也不一定 台湾人也有后道 而二章的七节到八节 那这个我相信 可能私底下 这一对母女 就已经讲好了 在圣经没写 就是说 妈妈已经有教这个 这个 姐姐 米丽安说 你看谁收养她 然后你就跟她介绍说 你认识一个奶妈养母 可以喂奶的 其实就是她的亲妈 我到时候 我再去应征这个奶妈的工作 她一看就是希伯来人 她姐姐就趁这个机会 接近这个公主 就跟她讲说 我认识一个希伯来的奶妈 她可以为你奶这个孩子 乳养这个孩子 其林 那个发老的女儿说 可以可以可以 发老的女儿 她怎么不知道 她爸爸才下令说 要把那个 刚出生的男婴全部打死 两岁以下的全部打死 摩西几个月 就是要打死的 因为太帅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没有奶妈的时候 她可能就给她打死了 因为 因为那时候又没有奶粉 对不对 你要生孩子才有奶 是不是 有的生孩子不一定有奶 那刚好这个机会 姐姐抓住那个时间 就跟你讲说 跟你介绍一个奶妈 其实就是她的亲妈 就是她的亲弟弟 所以 这个米利安 很聪明 很智慧 有可能是她妈妈教的 悠基北教的 如果哪个人 收到你弟弟 然后你就跟她讲说 你妈妈可以帮她喂养 其实就亲妈妈 所以 这个摩西 感谢主 他就在 约基北的 如羊底下 就这样长到40岁 最重要的是 约基北把那个 敬拜 独一针神耶和华的信仰 完完全全的给这个摩西 那以人的角度来讲 这可能是她妈妈刻意安排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父母的 当 为人爸爸妈妈的 我们有义务 还有你的孩子有权利 需要把我们对神的信仰 原原本本附刻在他们的心里 就像摩西 即便是长大之后 生长在这个 官范之家 在这个 王宫里面 贵为这个 王厨 有以前有可能会接待 接替这个法老王当王的 这个王子候选人 因为她是法老女儿的孩子 等于是法老是她的外公 也有机会 如果正孙子死掉的话 就是这个庞孙会接 可是她都没有认同她自己 这种埃及人的尊贵身份 所以这个妈妈的用心 她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帮助者 很重要 我们父母亲是小孩的最原始 最亲近最亲密的老师 责无旁责 你不能够赖学校 赖教会 赖整个教育体制 赖整个社会 就是没有自己的责任 你看约级别 自己生了 自己养 然后呢 把那个 从神得来的那种 智慧 完完全全的给这个摩西 所以我们互相勉励 把神的信仰 完完全全的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很重要 你会让他补习 为什么你不让他补这一块呢 对他有利 无害 你有金山银山 你没有神的智慧 你没有敬畏神的心 有用 最后也不是你的 那 除了一句二章九节 约级别就如仰 这个小摩西 摩西那时候还小 那发老的女 就跟他讲 就跟他的妈妈讲 说 你为我去如仰这个孩子 我会给你工钱 养自己的孩子又有钱赚的 有没有听过 你养你的孩子的时候 有人付你钱 没有啊 这个有啊 很好哦 本来就要养自己的孩子 结果 结果发老的女 要出钱帮你养 真好 这是神的安排 因为神要重用这个摩西 所以他的出生真的是不一样 那 当然发老的女儿 没有办法想到说 原来这个 这个养 这个奶妈 其实就是摩西的亲妈 那二章十节 这发老的女儿 就把这个摩西的名字 取名叫做摩西 什么意思 就是从水里面拉出来的 叫摩西 哪里知道他以后 就要把以色列人 从维努的埃及地 拉出来 拉到哪里 迦南地 很有属灵的意义 表面上是人在做的决定 我叫他加摩西 实际上是神说 你的命运就是摩西 你要把以色列人 带出埃及 那这个孩子断奶以后 他妈妈 也几百 就把他带到 法老的女儿那里 第十节 你看 第十节 孩子慢慢长大 妇人把他带到 法老的女儿那里 就做了他的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西 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断奶之后才有名字 也是很特别 当然之前没有名字 就是那个西伯来人 那个小西伯来人 那这是他妈妈 他妈妈的角色 就是摩西的生命当中的 第一个帮助者 第二个他姐姐 我们来看出埃及第十五章 出埃及第十五章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讲到姐姐 在这边就是他们出红海之后 过红海之后 那他的姐姐 在圣经里面 她是所有以色列历史第一位 女先知 记得 第一位女先知 圣经里面的第一位女先知是谁 米蒂安 就是她姐姐 在做什么 这个法老的马匹 车辆马兵 这个被神的红海 神用风把红海盖起来 就埋起来之后 全部都死光光了 然后呢 二十节 亚伦的姐姐 也是摩西的姐姐 她是大姐 大姐 二弟是亚伦 小弟是摩西 他们的顺序是姐姐 弟弟 这样记得 米蒂安 亚伦 摩西 米蒂安 亚伦的姐姐 你先知米蒂安 手里拿着骨 重妇女也跟着她出去 跳舞 什么意思 她是妇女的领袖 来赞美神 所以我们姐妹 当然我们家会没有那个妇女会 那是另外一个交派才有 我们有妇女团契 你就可以想想看说 我怎么样侍奉神 我们可以歌颂神 炸美神 我去协助那个五股教会的诗班 我之前几年前去三家诗班 他们有那个妇女诗班 真的唱得好好听 就唱一部 如果那个声音如同一人 好像一个人在唱 他们的声音都融在一起 真的是 耳朵上 耳朵好幸福 年轻人说耳朵怀孕了 很幸福 很享受 如同一人 赞美神 至少没有一人 我们也一心 一心赞美神 就很好了 但是这个姐姐 却也操练着这个摩西 有时候是帮助者 有时候是操练者 在哪里 民宿记12章1到16节 我们都很熟了 就是这个米利安 因为嫉妒 弟弟 摩西 人为什么会嫉妒 她姐姐也是当领导者 也是先知 她的这个弟弟 二弟 小弟 二弟 大弟 她的大弟 亚伦 也是这个大祭司 然后呢 摩西小弟 是领导者 这个姐姐 这个大弟 没有帮助这个摩西 反而笑摩西娶的老婆 是古时女子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 我们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见不得人家好 虽然我们平常都叫对方 叫做弟兄姐妹 好像摩西一直叫姐姐 哥哥 这个姐姐跟哥哥 现在来欺负这个摩西 怎么欺负他 因为他娶的是古时女子 可能是黑美人 黑美人 就皮肤比较黑 比以色列人还黑 就轻看这个 尤其是这个米利安 他笑得最大声 有没有圣经没有血 笑得像烙的 下巴就掉下来 笑说 以色列人没有女子吗 你为什么就要娶那个古时女子 结果生生气 就让他怎么长这个大胎狗 大麻风 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可不可以笑别人 不行 小孩子吵架 常常会说笑别人就是笑自己 不要批评 争断别人的任何事情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那这个亚伦还不错 他看见姐姐已经被神处罚了 要被人隔离了 就马上认罪 所以神就放他一马 没有让他长那个大胎狗 虽然也是帮助者 也是那个加害者 有没有 主耶稣 早上我们不是有引用一个经文吗 主耶稣说 敌人是自己家里的人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不要当那个八卦的 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不好的事情 一直传一直传 这样不好 那这是四十年后 四十年前 这个姐姐多么爱这个小弟摩西 没想到四十年后 批评弟弟的就是姐姐 小的时候 这个摩西几个月大 本来要放最老 本来要死掉 他把他救起来 没有想到四十年后 要毁掉摩西的领导者的这种威望 这种威望也是姐姐 怎么会这样 提醒我们自己 家人的关系要搞好 你才可以传福音 那 民宿记二十章第一节 阿米利案就死在了加迪斯这个地方 加迪斯的框野 很多人就为他办盛大的告别式 阿米利案死在那里 因为他毁伴他的兄弟 他的弟弟摩西 所以不能够进迦南地 就死在那里 所以神会听人的祷告 有个弟兄叫做 有个弟兄他天生的脊椎裂开 当时候的医疗 我们台湾的医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所以他常常台北高雄 台北高雄这样来回奔波 他爸妈觉得很累 结果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说主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着安息 然后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投靠神是有福了 神的眼目克服一人 他的儿子天生就有脊椎裂的这种病症 在台大医院开刀缝合 可是后来两腿瘫痪 就不会走路 引发水脑症 头大如柚子 脸色好像柳丁 脑部积水 他为了抑制这个宝贝儿子 曾经搭直升机台北高雄来回奔跑 很多钱 你包直升机 很多钱 一个月曾经花过40万 所以这个是 几十年前的见证 40万很多 不是现在的40万 是以前的40万很多 有一天他就是在报纸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信息 原来是我们高雄教会办那个布道会 他就为了心里的平安 他就他们夫妻两个 就爸爸妈妈 为了这个天生脊椎会裂开的这个儿子 参加这个高雄教会办的这个布道会 这个爸爸 一到前面一祷告 结果他身体开始震动 两手拍打大腿 就一直哭一直哭 本来念哈利路亚照美主耶稣的 就开始讲像我们一样 会讲灵言 就得到圣灵了 后来 那一年的年底 他就受洗 全家受洗 在男子家会受洗 他的孩子受洗以后 自己会拿奶瓶自己吃奶 吸奶 而且开始会叫爸爸 叫爸爸 爸爸很高兴 因为孩子都先叫妈妈 先叫妈 再叫爸 你不管对你的孩子多好 他都先叫妈 那1980年五岁大的时候 还是被主耶稣接走了 可是他很感谢 这个弟兄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很感谢 他自己在做见证说 在2001年的时候 他的一部 他的一万多块 还有手机不见了 还有白色轿车也不见了 他们一家三口祷告 祷告之后就向派出所报案 很奇妙喔 他怎么祷告 很单纯喔 他说 主啊 求你让这个窃贼 开车出来满街跑 使巡逻警察发现这个张车 然后将歹徒捕后 再通知我们去领 很直接喔 祷告就是这样啊 要诚实啊 你真的很喜欢 你就直接讲 不要不好意思啊 结果呢 隔天呢 他发现说 他的门前的大路的斜对面 有一部 那个车门未关 停了一两天 有人去报案 才知道那个是张车 等到7号的时候 凌晨歹徒 就驾偷来的轿车 带女友去兜风 他就以车灯 那个警察觉得说 怪怪的 然后车灯就照那个 小偷的车牌号码 然后警察就用无线电 调出那个资料 才发现说 原来这是我们弟兄 不见的车 所以祷告有用喔 感谢主喔 那 就在7号的凌晨5点20分 他的太太 睡觉突然醒来 听到一个声音说 不是他老公姐的声音 有个声音说 你的车子找到了 然后他很快起床 然后就跟他的老公说 我们的车子找到了 那个老公就说 你大概想疯了 想车子想疯了 说我们车子找到了 咦 结果他由三楼下到二楼 打开窗户看楼下的路旁 奇怪没有啊 车子没有回来 很失望 电话响说 警察的声音说 这是建国四路派出所 曾太太 你们家的车子已经找到了 感谢主 他一路以来 他当然还有很多见证 我去讲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好像什么 神一直是我们的帮手 他无时无刻在关照我们 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 去依靠他 叫做摩西 他后来成为 以色列人的好领导者 是因为他一路有妈妈 有姐姐 还有哥哥的陪伴 再来他的第二个帮手 这是谁呢 帮助者 神为他预备的帮助者是谁呢 他的岳父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二章 15节到21节下半段 因为他打死这个西伯来人之后 因为他妈妈把他叫得太好 打死都不认同这个埃及人的身份 看见埃及人打这个西伯来人 他就为西伯来人出逃 结果呢 他这个打死埃及人的消息 传遍全埃及 他就开始逃命了 逃命之后 15节 这个摩西 这个法拉网听到之后 就想要杀这个摩西 要追杀这个摩西 所以这个摩西呢 就逃往这个米甸在那边住 在那边住的时候呢 有一天16节 他在水井旁边坐下 米甸基石有七个女儿 他们来打水打满草 要喂那个爸爸养的所有的养 那 那这个摩西呢 帮助这七个女儿 然后这些女儿 18节 他们就回到爸爸 这个刘尔 就是叶特罗 那里 爸爸就说 问他们说 你们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快呢 19节他们说 有一个埃及人 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 并为我们打水 引了群羊 就是摩西 招楼 没有地方住 20节 这个叶特罗 这个刘尔 就对他的女儿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你没什么放 这个 请他来吃饭 21节 摩西这一情 叫甘心和那人同住 那个甘心 你去查原文 就是摩西心死了 什么意思 他入罪了 摩西是入罪了 没有地位的 后面我们会证明 至少他跟雅各不一样 雅各要离开 母舅拉班的时候 还跟那个母舅拉班 谈条件 摩西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要去请示 父亲 还有 不是有发生那个雪狼事件吗 摩西的儿子 神要击杀摩西 因为摩西没有为他行割礼 犹太人 以西伯拉人出生 第八天都要行割礼 那是神跟亚伯拉罕定下来的 因为神看见 如果你是神的子民 你没有行割礼 神会击杀你 结果呢 他太太 干净 就 帮忙把他行割礼 就割羊皮 割包皮 割了之后 然后才讲 你真是我的雪狼了 有没有 身体有没有这段 那个是什么 摩西他那里不知道说 这个希伯拉人出生 第八天就要行割礼 他知道啊 他自己就是啊 可是 他自己的儿子 他没有权力主张 那表示什么 他没有地位 他是入罪的 你看他从一个埃及王子 变成那个 在家里 男人没有地位 要吃饭都要看女人的脸色 那个多卑贱啊 那就是神在 摩他 你厉害吗 你学变40岁 你学变全埃及的学位吗 我就给你那个 安排一个旷野之旅 让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会 还好这个时候 叶特罗收留他 那叶特罗 虽然是米甸人 但是他也是拜神的人 所以摩西没有娶外邦人 摩西还是娶主内的 还是跟我们一样 真耶稣教会 弟兄 与真耶稣教会的姐妹 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他娶外邦 他没有娶外邦 只是他在家里没有地位 那叶特罗呢 出埃及二章二十一节下半段 就把他的女儿西波拉 给他回去 那西波拉 为什么说 这个叶特罗呢 有帮助这个摩西 在十八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叶特罗看这个摩西 一天到晚 要审断这个两百多万人的案子 很累 他就提出建议说 你这样太不聪明了 我跟你讲 你第一个要找一个好帮手 他就建议这个约书牙 再来呢 你可以设置千夫长 百夫长 十夫长 一百个人就一个百夫长 那除了说百夫长 他没有帮我解决的 就交给千夫长 千夫长没有帮我解决 那个案件才到你这里 你这样才会清神 所以他的岳父帮助他很大 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轻看 你太太的爸爸 你太太的妈妈 有的时候 还是老母丁 老经验 还是 江还是老的 就是要尊重老人 那这个太太呢 也是他的好帮手 除外基区二十二章的 第二章的二十二节 希伯拉生个儿子 摩西给他叫什么 我在外邦做了基区叫格顺 什么意思 他就没有地位嘛 那你不要你取名字 你怎么会娶你的儿子 叫做 我是嫁妻的 我是寄居的 我住的我也没有钱 主张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太太的 这是我母舅的 这是我岳父的 意思是这样 那在出外基区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你真是我的血狼 就是希伯拉说 你因割离就是血狼 什么意思 他智慧 因为当神要击杀摩西的时候 因为摩西没有把他儿子怎么样 行割离 那他太太当机立断 马上就一刀下去了 就把他行割离 所以很聪明 那个摩西的太太也很聪明 真的是摩西的好帮手 再来 他哥哥亚伦 第四个 我们来看出外基记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 出外基记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 他一直跟神推迟说 不要找我 我公委喊慢 我不会讲话 我走口半舌 一直推迟 神怎么样讲都讲不过他 就说什么 好啦 你不是有个哥哥吗 大你三岁的 雅伦 你要以他当嘴巴 他要以你当神 摩西更大 神还是在神的心目中 摩西还是最大的领导者 不是哥哥 哥哥是负责那个祭祀的系统 敬拜神的 你那个要祖坛献祭的时候 是归于这个大祭司亚伦 亚伦的后代都是大祭司 从亚伦生的 立位人是祭司 但是亚伦的 亚伦在立位人当中 又是被高举的 那 那这个 亚伦跟摩西同工 出了一集五章一集 他们兄弟一直同工 一直同工 但是因为亚伦曾经批评过摩西 所以他也没有进迦南地 他也没有进迦南地 所以不要乱讲悲人 没有证据的话 不要讲 那再来 第五个 我们最熟知的 摩西的好帮手 神安排的 谁? 耶稣亚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 八节到十四节 出埃及记十七章 八节到十四节 这个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他们在打亚马利人的时候 摩西对耶稣亚说 耶稣亚是年轻人 小摩西四十岁 摩西八十 他四十 就是他的接班人 那耶稣亚之所能够出现 他岳父 岳特罗也有建议 那个我看 你要找一个接班人 耶稣亚最好 所以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悲人 我们不要小看长者的智慧 你看耶特罗 他是米甸人 可是 他看人好准 后来证明耶稣亚族干大任 也是非常忠心 也是非常的勇敢 所以 摩西你看 那么多人都在帮他 老婆也帮他 岳父也帮他 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姐姐 自己的哥哥 都在帮他 所以 希望我们大家的家庭 你们 在我们自己的家族里面 大家都和和气气 互相帮忙 那这个家 有爱 那个家有爱 每个家都有爱 就可以怎么 横向的互相帮忙 大家都有爱 那我们这净状教会不是荣神艺人吗 是啊 还是回到最前面讲的 我们现在不是单大独斗的时代 我们是一个teamwork 一个team 一个团队 需要怎么样 把它凝结在一起 才能够work 才能够运行 暢行无爱 那 这个耶稣亚 我之前有讲 摩西的好帮手 耶稣亚 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年轻人在前面 亚玛丽人的时候 他在前面 几个老的摩西亚伦父 你看兄弟又在一起 弟弟摩西 哥哥耶稣亚 他们一起来 来祷告 下面的年轻人就在杀杀杀杀 所以 对我们来讲 这个摩西快要死之前 他又交代说 请求神 派一个人来治理 会众 结果神指示 要将这个耶稣亚 带过来 因为耶稣亚 不离开会幕 因为耶稣亚 是摩西所认识的 我之前有讲这个道理 我就不讲清楚了 我不讲细节 所以我们想想看 结论 神为摩西预备了 妈妈 约基别 姐姐 米利安 哥哥 亚伦 岳父 岳特罗 妻子 西伯拉 好帮手 耶稣亚 所以呢 他才能够在神的家 全家尽忠 这是神对他的评语 概观论定 他就是一个 我们值得效法的一个好榜样 你看 多少人帮他 那我们今天每一个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 我们今天能够活到今天 有多少的人 在我们坎坷的路上 不断的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不要忘本 要常常感谢 凡事敬畏 不要以为自己一个人 就能够撑起一片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忘了 不可能 我们大家都是 鱼帮水 水帮鱼 你帮我 我帮你 事情才会 事半功倍 好 一神祝福大家 操饭五支